大家好,我们上一节聊了中国的经济 这一节来看一看美国的故事 陶伯,美国的加息周期 不管鲍威尔怎么靠下 可是大家都相信它已经结束了 可是关于明年,怎么样减息 减多快,减到多少,大家都不知道 那对此,你只有什么预期呢? 我同意你的讲法 就是说无论鲍威尔怎么说 大家认为美国的加息周期已经结束了 其实如果你画一张图 美国的核心通胀 然后把住房那一块拿出来的话 美国的核心通胀 已经回到了政策目标2%的水平了 而至于住房那一块 一般的来讲它起来的慢 下去的也慢 因为这涉及到以前的租约 租约需要两年三年的时间之后才能变 所以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的反应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另外一方面趋势我们也可以看得比较明显 那么事实上我相信美国的通货膨胀的确在往那个方向走 但是联储一定不松口 理由也很简单 鲍威尔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 就是虚晃一枪 那么联储在过去的一年半中间被通货膨胀虚晃了两次 使得它在决策上面比较被动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这个叫做供应链通胀 美国的能源通胀下得很猛 那么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这个基本上就反映出美国的通货膨胀呢 从9%往3%这个方向走的很快 但是美国还有第三类通货膨胀 那就是服务通胀 而服务通胀的背后呢是就业市场 那么这一块以后怎么走 说不清楚 因为通货膨胀已经是深入到老百姓的心里面去了 大家认为这个生活成本会高 那么他们就要求涨价 正好这个时候呢 蓝领阶层呢 它现在有一个溢价能力 所以你要么给我涨工资 要么我就跳槽 甚至涨了工资我在这干了两三个月之后 又跳槽就去第二个地方 所以工资上涨最后会怎么走呢 现在说老实话 联储没谱 所以呢 它暂时对这个就非常惆怅 另外一方面 我所看到的是美国经济是走向一个软着陆 消费毕竟还很浪常 会往下下了一点 但是呢经济 GDP增长呢 可能是从5.2% 走向2% 慢慢再走向1% 而不是走到负的2% 那么这就决定了联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经济增长 恐怕还是在它的合理的范围之内 不需要因此而做出比较大的政策决策 另外一方面要明白 就是说是加息减息之外 还有一种政策选项叫做不加息也不减息 什么意思呢 目前我们是这个联储的利率是5.5% 从零一下子到5.5% 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极端的一个加息方式 三年前没有人想过 联储利率会到5.5% 那么大家在这上面的杠杆等等 的确是用的比较猛一点 突然一下子政策这么着的 叫做暴力加息之后呢 实际上许多金融机构 许多金融产品 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金融机构本身就是一个 高杠杆的一个机构 同时呢 产品上面一定有年期上面的错配 那么这些问题呢 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2024年有一个看点 就是美国的金融机构 金融产品会不会出问题 如果那些时候出问题的时候 那么联储可能就 堂而皇之地义无反顾地 从加息周期走向减息周期 在这个时候在此时此刻 我觉得联储觉得 可能不加息不减息是他最好的选项 这既符合他目前看的通货膨胀的形式 经济增长的形式 也符合目前的政治需要 关于美国经济大家都有个很大的疑惑 因为看到很多的指标 包括是国债的倒挂 还有最新的ISM制造业的指数 都散现着一些衰退的信号 可是我们就看到美国的经济 好像又很有韧性 那这方面您怎么解读呢 美国经济一号遮百丑 那么那一号就是消费 消费里面有一部分是因为 过去从直升机上洒下来 钱还没有花光 另外一方面由于工资上涨等等 使得大家对于未来现金流 有一些底气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呢 消费的这个势头 慢慢的在降下来 这一次出现的圣诞节价销售的前几天呢 一方面总的量上面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另外一方面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大家是觉得这些东西太贵了 不如我再等一等 等它降了价 大家价值我再去买 这个成为现在美国消费者的一个 普遍的心态 过去的通货膨胀 对于消费者的购买力 对于消费者 对于价值的感受 还是有影响的 那么我相信在过未来的 这个几个季度中间呢 慢慢慢慢美国的消费会放缓下来 不至于突然间出现一个 悬崖式的下跌 但是另外也的确是美国消费很难在目前的这种炽热的状态下面持续太久了 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硅谷银行的报报引发了美国的地方银行的危机 那您刚才提到如果假如美国将来出现一些金融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风险 那联储如果他出来救场的话 那还会再重现之前的那些超低息甚至是QE吗 美国的一些中小银行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呢 这个很明显的是和联储的激进是加息 就是直接的关系 那么未来联储需不需要减息呢 我认为他一定需要减息 当然了你通货膨胀下去之后 联储先有减息的空间 这个大家都明白 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为什么必须要减息呢 你知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其实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如果要是货币政策还十分宽松的话 财政政策不可能一直减下去 那么我们的货币 就美国的货币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拜登政府现在这个债务赤字GDP比例是6% 这个是在美国历史上除去战争以外 前所未有的 那么今天美国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灾害 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说 现在的政客们不希望有下行周期 尤其是我们马上就要面临大选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呢 美国政府并不愿意大规模的削减财政开支 明年的财政赤字可能 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 可能达到两万亿美元 这是一个巨大巨大的数字 但是你再看美国国会 咱们吵吵让半天 说这个财政天花板啊等等 你不能这么花钱 最后的结论是 在这个2025年之前呢 这问题我们就留给下一任的总统再决定吧 你今天不能比 现在现有花钱速度更快的花钱 但现有的花钱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要收缩财政 还是实际上放纵它进一步的 维持一个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 如果财政赤字这么大的话呢 谁去买债来支撑美国政府的这个消费 你靠日本靠中国是没可能的事情 唯一一个真正可以在叫全天候的去买 美国政府债的就是联储 财政政策决定了货币政策必须要放松 不仅仅在利率上面要放松 在流动性上面可能也要放松 那如果美国的国债将来真的是像美国 像中国或者日本都不去买的话 接下来是联储自己人买自己人发的债 那这个财政赤字的财政 真的是可以永久无限期的延续下去吗 在我学经济学的时候 答案是否定的 这个你怎么可能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是呢我在我实际上去美国读PHD的时候 第一篇文这个经济学的论文 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现在看看明白了 原来这个是现代货币理论 现代货币理论一个核心理念 就是说是大国发债 不是债 不怕还不出来 如果我们真的要是这个像美元 你觉得不断发债的话会 联储的信用没有了 美元的信用没有 但你看在大家全世界还是争着去抢美元去 是不是 实际上这中国你也一样 这个欧洲也是一样 日本也是一样 而且大家都一起发债 如果你不买美元的话 你能去买欧元吗 你能去买日元吗 那么这是今天的一个切实的情况 那么这就使得 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呢 起码美国在短期并不把 财政可持续训论看得太重 但你讲的这话没错 从长远来看 这个过度的货币发行 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 只是 实际上美国从2008年就开始印钞票 但是我们通货膨胀是2021年 22年才开始有的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现在 实际上通货膨胀一直有 只是在以资产价格暴涨形式出现 那么就房价等等 滑塌滑塌在往上涨 股票在往上涨 那么为什么这段时间出现了消费者通货膨胀呢 两个历史的偶然现象 第一个现象叫做新冠疫情 第二个叫做俄乌冲突 那么第一个带来了供应链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带来了能源通货膨胀 这个使得CPI通货膨胀一下子上去了 我觉得过不了多久呢 这个通货膨胀还会慢慢下来 未必可能再回到2% 但是到3%或者再低一点完全有可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决策者很有可能 指着这个2%点几的CPI说 我们达到目标了 而不去看或者是甚至掩盖 资产通货膨胀等等 更大的一些通货膨胀 所以呢 我认为尽管有通货膨胀 只要是他认为 这里差不多之后 下一轮的QE还得来 真正结束QE 还要靠结构性改革 但是结构性改革 无可避免会带来痛苦 如今的政客们 他要的是选票 他的利益是短期的 那么对于一些更长远的利益呢 他可能就看的不是那么重 所以我个人觉得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 通货利率的大幅度上涨呢 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 恐怕印钞票还是 货币政策的主流 消费一好则百丑 大国发债不是债 这是现在美国的故事 下一节我们会回到香港 再次的视频